在中上华3万元可以租到什么单位 我们今天就看一间兴成发展的 Hollywood Hill 这里就是400尺的一行单位 入门有一个开放式存博 整个套路具都齐全 工作桌面也够多 配置上也挺漂亮的 因为这栋大厦1995年开始入伙 但兴成在2017年 就用了3000元每一尺的价钱去翻身 这里就是一个下饭厅的区域 可以坐下来看电视 然后可以休息一下 这里有战窗可以透光进来 中上华大部分警官都留警 楼底有2米8 这边就是房间 房间超巨型 大床三边来刀床 两边都有床头柜 还有一些可以调节的灯锅 然后有一张书桌 可以放下化妆做些东西 然后这边就对出去看公园那边 视野会通透一点 因为它是顺着马路往上山 浴室那边这里就用拖门 主要为了省力 浴室也做得很漂亮 因为它翻身的时候 基本上把旧楼的东西 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新鲜 南浴区的空间什么时候赢 厕所也有一张 舒服的 轻盛在2021年打算卖 那时候卖的赤价 房间是2万8000 3万4000 但是因为2001年就流时转世了 所以它卖不到这么高的价钱 就全卖为租 近年就开始开始脱卖它的资产 而这个项目呢 它就砍了1万元赤价 接近砍了4成 赤价现时就最便宜是1万7000 最贵大概2万3000 总价由1100万 减到大概700万 设计的单位用来收租 挺好的 我自己私下计算过 大约最起码有4个人的正年 这样的单位 你心不心动?